你們好 大家好喲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技狂海浪一整箱 上次有跟大家提到 有比克提尼爭奪戰啊 他是採取現開賽的方式 說到現開賽 Ryu其實今天本來有幫大家準備了一位特別來賓 我們的初代四天王 金琪 只不過遺憾地表示他在我們拍片前一面確診了 不過沒關係 金琪為我們留下了 三個禁囊 他有幫我們留下了一些關於就是 現開賽的一些主牌的建議啊 那稍後呢Ryu就會用個量盒 來進行一下模擬現開的方式 我用老師給的五公立姐一 來挑選我要使用的寶可夢們啊 或是我該放哪些卡 最後我們再跟老師聯線 那我們一樣會把全部都開完了 看看我們這一次可以開到哪些高版本 參加現開賽呢 每一間店會有不一樣的做法 可以先事先詢問看看啦 那像Ryu參加過的呢 全部的人先打算做 會跟你對手開一盒全新的各分15包 那對面的對手呢 不是你曬玉法要打的對手喔 那還有另外一種店家呢 已經把所有的卡包分好15包15包 然後來進行開箱 那以及購組 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我以為坐在對面就是我的對手 他都知道我可以到什麼了 這樣是對的嗎 後來換了位置之後發現 啊對 因為我誤會了 高版本在我這 嚇死鳥 那有看售錢開箱的各位應該會知道 我們這一段的訓練家卡都是很適合 放在我們這次限開使用的啊 老師說的第一點 去人家卡全塞 但是限開賽 只能購組40張的牌子 肯定是太多了好嗎 這就是需要有所刪減 欸不是啊 你知道我這裡沒有EX嗎 我突然有點卡關 那我這邊來看老師的第二個錦囊妙方 他是說 抽到這些卡呢 的傷害的搭配 還有甜能的次序流暢度要思考一下 那我這邊呢 就可以先把同能量需求的寶可夢 先分類啦 限開賽我覺得會有很好用的就是 無屬性能量的寶可夢 可以在各個屬性裡面來使用 長生開來就是沒有開到這樣 烈奧露莎 其實烈奧露莎也是這次限開賽 會非常強的夥伴 雖然他需要進化到二階 可是呢 他本人 撤退是不需要能量的 而且他自己本身有320HP 是相當高的 烈奧露莎就可以搭配 我們上次有提到的固拉多啦 所以他本身的攻擊也是需要丟棄能量 然後他可以把能量再填回來 然後另外就是這張雪妖女EX 也是我們在限開賽會很好使用的夥伴 他只要兩顆能量就可以打架了 打140點 而且對不對 備戰還可以再打20點 電蜘蛛 只要一顆能量就可以打出50點的傷害 並穿傷給後排的30點 那也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想到的那一位小球飛魚 如果對方有電子組很危險 這一次呢 還有一個看完卡錶 才會發現的重點 卡錶裡面沒有火系 所以 看看我手上這張 堅果啞鈴 特性是可以減傷30點嘛 他已經140點的HP6 然後我們再搭上這張 豪華斗篷 好硬 我們來看下一盒 如果是跟朋友一起買這半盒 我會哭耶 我說come on 強力登卡come on 我有夥伴了 我有雪妖女SR 雪童子怎麼在你那 AR 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自己買一盒 然後要來跟朋友對打 好像也蠻好玩 那我有兩張雪妖女 也就是說 我一定要想辦法把其他的雪童子找出來 我就是打水牌 因為他吃水能量 強力打手就靠你了 欸 阿顧他多帥帥 這張超好看的 這兩盒的 限開開完啦 用老師給的推薦來挑選一些 我覺得可以使用的 那我們最後 再跟老師來對一下答案 各位這邊我已經把 這兩套的主軸挑選好啦 第一盒呢 由於我就沒有什麼ES嘛 所以我們在挑選 強力打手跟搭配的部分 我就先把我的 嚇死鳥放上來了 接著呢 摩托希 因為他也是吃無屬性能量 或是天蝎跟天蝎王 其他的搭配 靠夢想的 手才靈 其他的部分呢 堅果啞鈴有沒有 我還有抽到斗篷嘛 扛扛的 來幫忙抽牌 可以進攻跟補牌的 多多贏啊 然後阿伯蘇魯也是 章魚童也是 然後吃好吧 補能量 第一副我的核心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搭配我大量的 訓練加卡 那來看我第二副 很明顯我們在開了兩張雪妖女了嘛 他肯定就是我的主打手了 進化的選同職 我其他的夥伴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我兩個有點像 也是挑選了像是 天蝎王啊 然後摩托希 這種來幫忙 補傷害 進攻 現開賽其實兩邊 HP 不是ES的話 都不會太高 其他的副打手 當然也是搭配了 索財鈴 小霸 跟 章魚童 在現開賽 資源 真很重要 所以不管是 充能啊 抽牌 都相當的重要 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們無能量的副打手 其實放了相當多 40張的構築來說 大概會有 1分之1的寶可夢 1分之1的訓練加卡 以及我們最後1分之1的能量 能量至少會落在12到16不等 其實也是會看你的需求 去做一個調配 那我們稍後再跟老師來對一下答案囉 剛剛這真的是太燒腦了 我暈了 很認真的在思考 就是如果我要打的話 我沒有誰 我該怎麼辦 那我要用哪一張牌 來打會比較好 我覺得賽富豪ES 真的是一個夢想 一定會有厲害的玩家 可以讓賽富豪ES 發揚光大的吧 我期待他在標準環境 有很好的表現 希望我們有機會可以開到 他的SAR 我想要拼起來喔 召喚高版本 哈布敏敏 SAR KR的小允昕 很Cute 合體 我應該沒有合作編吧 對不對 你值得擁有 所才名 下半身 接著就是希望我 這一箱 可以趕快把賽富豪ES開出來 SAR開出來 我們就有上半身了 高中葉玩囉 不久前啊 因為我一直抽到那條路沙 然後我就一直忍不住想要秀烈了路沙 這也是說一句話 抽到SAR的時候再秀 沒錯 SAR 好帥好帥好帥 比金卡還好看很多耶 優秀 而且他身上還是有保留他那個太金的細節 第一張SAR出來喔 再接再立 這盒的高版本 期待一下 很像有沒有啦 他是賽富豪的SAR而已 少了一個A 看到賽富豪的賽出來了 然後看了一下他的身體是上半身 是犬神 殘念です 好可愛喔 就練練蟲的AR 我平常是超級討厭昆蟲的人 可是你們看 他 還有萊劍翁 這個搭配 你不會想說他很可愛嗎 你再認真看一下 可以讓一個討厭蟲的人說出可愛 這張很厲害吧 很像在潛水艇之類的有沒有 然後你從觀景窗看到小熊飛魚 這張非常的可愛 SAR 是利亞露莎 Yes 就再來一點 讓我們提振精神的 希望是新東西啦 啊沒有金色的 我們今天沒有開出金卡 喔 喔 可以可以可以 行李SAR 至少最後活過來了 請幫他打光 他已經到遠了 天啊 我剛剛還想說 我們今天只有一張SAR 不可能吧 還好還有我們的行李姐姐 所才靈拼不起來 有點可惜 但還好我們還有烈老露莎跟行李 稍微挑了一下我的組成 然後想要請你驗收一下 OK 第一副 因為我只有開到下十鳥 Only One EX 所以我就先把它放進來了 參考了一些是無屬性能量的 像摩托錫 天蠍 然後索財靈這種搭配就是 老師推薦的 堅果啞鈴 妳說妳好像還有開到斗篷對不對 沒錯 想說可以搭配 桃花斗篷來使用 接著其他的副打手啊 跟輔助朋友們呢 像章魚桶補牌 獅頭爸補能量 阿波索魯也是可以補牌 還有補牌的 偷偷飲跟打架 妳的這個訓練家卡其實是蠻多的喔 對啊 我自己的想法的話 之後把那一套 可能不一定有這麼大的需要 因為我相信妳應該是想說 就應該是覺得它淘上了那個 斗篷之後 會有不錯的血量 可以用一個回合 去把能量填起來 比較大的問題是 它除非是非常刻畫過後 能量真的塞非常非常多 否則的話 妳看妳第一招 排庫上方五張卡 妳要再這樣填能量上來 不容易 五張卡妳要全部都是能量 或者是至少 5中4 最低限度是5中3 太夢想了 會到夢想這還OK 可是就是有風險的 然後再者是它弱點 DLLUSA EX 我相信大家有開到的話 是一定會把它放到賽場上的 對吧 是 妳有開到妳一定也會放 大家一定會想要去 針對這一點 去做一個弱點打擊 這個走篷之後 妳就是兩張強雙卡喔 傑克羅姆130 對不對 對 答一下妳就是260 剛剛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二副 那我第二副請 其他都還不錯 其他都還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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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第二副 也有一樣的東西 那我就先翻開 因為我抽到了兩張雪妖女 超棒的 直接以雪妖女來當我們的主打手 這個想法沒錯吧 超級棒 好那其他87八項對不起 其實雪妖女 妳有兩套就已經超級棒了 妳有可能 就靠雪妖女打到最後了對不對 呵 這一彈的現開賽是沒有火系的 所以代表妳的雪妖女是沒有弱點的 沒錯 甚至可以去把它特化成這個雪童子 直接就兩張雪童子 然後就拼雪妖女 然後抽到能量 然後就管它就管它 PKPPPPPPP 因為雪童子本人也不弱點 對 他弱鋼 說不定可以啦 我不肯定 可能還是要看賽場上大家是怎麼想 因為妳放了這麼多基礎寶可夢的話 也是有風險就是 醜不到雪童子跟雪妖女 了解 希望乾脆運氣夠好 就雪童子開場 收添一顆能量 這個回合 雪妖女直接開槌 雪妖女只要兩顆能量 CP值非常高 非常的快 因為我發現購組其實真的就是難在 妳要看到妳開到的東西是什麼 來做一個應變 另外一個是妳要去知道人家會怎麼想 像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弱點就還蠻重要的 是 像剛剛那個吃猴吧 它就是無辜的被掃到太風味 剛好就是會被順手針對到 這一套就還不錯啊 雪妖女就可以一路A過去 限開賽妳要達到一定程度的傷害 沒有到所謂EX寶可夢的話 是不容易的 妳要達出100以上的傷害 通常都要至少三顆能量 或者是需要進化 有一些特殊條件 這種combo在限開賽是不好達成 所以雪妖女的血量很夠 而且加上假如妳真的運氣夠好 色情還有發動 那是很過分啦 1張獎商卡的250沒有弱點的寶可夢 只是可惜我們沒有辦法 再透過任何方式讓它從氣牌驅回來 我覺得靠雪妖女拿4張獎商卡 那我們就請驚奇老師 幫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就是限開賽妳覺得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 簡單來說 假如說妳真的有EX寶可夢的話 就不用客氣 就可能就放進K吧 所以不管是哪一隻 妳覺得都可以放 能量啟動不要太高 1顆能量就可以戰鬥 或是2顆能量 如果來到3顆能量的話 就相對會玩對手太多回合 會蠻危險的 除非是3顆 但是它有足夠的能力 一拳直接混絕對手的寶可夢 因為限開賽的話 尤其這一彈是沒有額外甜能的手段 我覺得對手能攻擊的寶可夢 尤其那種3顆能量的話 妳就可以占據絕對的優勢 了解 感謝 3顆好戰 妳剛剛從何到尾都沒有稱讚過賽富豪 結果最後居然說賽富豪戰 4顆能量可以驅動 然後傷害可打大可打小 也沒有夠點 血量也還不錯 而且每一個回合 它在戰鬥場上 可以再多讓妳抽兩場牌 是一個很大的有志在限開賽裡面 這邊就是驚奇的一些建議啦 那歡迎各位 12號開始去 比克廷尼爭奪戰的限開賽挑戰一下囉 那最後 妳要不要再宣傳一下 大家有抽到賽富豪的這個SAR 可以賣給圖國工作室 大家有很多人需要 希望大家會把SAR賣給圖國工作室 驚奇老師推薦的一些單卡 再幫大家做一下重點的整理 那第一張就是這個 血夭女EX 只要兩顆能量就可以進攻 我剛剛有提到 這次的限開賽 因為裡面是沒有火屬性的打手 它這個弱火 就相當於 它沒有弱點 下面一位也是 只要大家抽到 我相信應該就會必放吧 我們的烈咬露莎 除了它零費撤退以外 它只要一顆豆能量 你就可以打160點的傷害 非常的OP啊 再來是這個 火柴玲 簡單的說 靠賽 搭到賽富豪也是不錯啦 那再來是認真 堅果雅玲啦 本身的HP就蠻高的 加上它的特性可以減30 所以它有推薦說 我們可以搭上好花斗 然後我們再看到它的招式 第一次打50 下一次在使用旋轉肩刺的時候 就可以再增傷 推薦平A流 如果你有抽到醫療能量的話 還可以搭上醫療能量 補上加補 所以它也相當於在限開賽 它是沒有弱點的 優點好像越講越多 我的天 比較強力推薦的單卡就是這些啦 那其他呢像是 脫脫影啊 可以在前期補傷害 以及抽牌 或是像阿博索路啊 這種可以補牌的手段 其實限開賽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剛剛這邊就是我們這一次 限開賽補牌的建議啦 那接著我們來看我們開箱的結果 他又在開的時候 就覺得哇卡布咪咪很多 但我沒想到 這麼多 少的人是賽富好 7 多的人 卡布咪咪跟血腰率有9哦 SR也開出了3張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有12張卡布咪咪EX 那在AR的部分呢 其實差不多也都是開出2到3啊 最多的電電充有5呢 之前開到4就已經覺得蠻多了 它就在12盒裡面有5 那高版本呢 就是開出了 6、露莎、ES還有 心力的SAR 不要可惜沒有開到金卡啦 那不知道大家上市開得如何 也歡迎可以在 我們影片下方留言分享啦 一邊整理的時候呢 一邊在討論哪一些單卡可以用 像我剛剛就是被驚奇老師指出 挑的那個能量需求太高了 可能在我填冷的過程當中 其實對手他已經養好他的打手 開始進攻了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機款骇浪的 上市大開箱啦 那就祝福各位 上市不只開得好 現開也開得好囉 李克廷你震動戰加油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喔 好啊 這邊還有可以